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声欢呼声邀请STONE 大家好 谢谢大家 再给几千国务长好不好 谢谢大家 还有个小笔啊 现在首先解释 很多都是要解释到这个演奏 哎呦不是没见过没什么好看 没有照片上帅了 照片上就最帅了 你们就把照片上 卡上拿回去了好不好 装博中央拍两张 然后吐槽我说 哎呦怎么这么难看 你还什么事啊 没有必要这样弄我好不好 我都这么熟了 都冲大家来做这个 你愿意拿这个吧 那个照片拿过来给我看看 你看长得都这样长得都这样 长得都这样来 你两个照片给我拍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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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公司真的是不大不大会精打细算 就是平时啊 做的比较贵的演奏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说还过来骂你 这九道一道什么都这样 这个这个便宜的都四个演员 一个人七百多劳务费了 就发掉了 你想想想真的三个人 一个人七百多劳务费 三个人就两千二 真的我给他算今天钱都给他们三人拿掉了 现场来了两百二十个朋友 一人十一块钱 也是两千二 这精打细算的能力朋友们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卡片是这样 一是呢 这个是 这个是eleven 可以看一下这个eleven eleven是英语十一的意思 这个是阿拉伯数字 这个是我的名字 标评做了ST CORN OK就是我讲的年份 从2012年一直到20 这叫死标里 这个体验 神聚 谁保呢? 这人是谁算机啊? 这个人是谁算机啊? 这个人要靠它蛮精秀的 大家要用我十一岁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没听清楚 还有三个月 哦 还有三个月 死神来了是吧 死神来了朋友们 我现在每天回去找 还有两天 两个月零十九天 哎 两个月零十五天 这是正面 这个卡片的正面 然后这个卡片的背面呢 是这样 表现背面 其实大家看我许侠客这个卡片 大家看我许侠客吗 好多人看过 你们俩看过 有两个 哇 好感谢 我们那个 非常感谢在看 然后这个背面是一个许侠客 很一样的 但不一样的是我们工作人员 你说 我说你说 我从业十一年 这个公司我搞了十年 到了一天我就要说是盒子的 我说了一天 我就说 怎么样才能让我们俱乐部 你迷世界之天 我们竟然比那个纽约的联合国还有牛逼 就是盒子的盒子 我讲了七年 乘以三百六十五天 算一下多少天 三七二十一四十两千五百 两千五百二十加上三十五 两千五百五十五 大家是不是 七乘以三百六十五是两千五百五十五 算一下 是的 算一下 七十四三十五谁算一下 七十四四五十五十多多少 然后你看,她还给我搞错 还写个盒子的盒 还写那个联合国的盒 你有马卡? 你有马卡? 夏威那个圈梅伏的女生你有马卡? 有 拿出来看看,没错 你也有 怎么你男朋友这个也收掉了 男朋友说,这个我不能给他了 大家可以看,然后 然后呢,她是写那个联合国的盒 我是,我朋友们就完全没有演练过的 我是上台才发现这件事情 我也和大家一样 然后呢,他们也说,哟 这个已经是2200块给人都演掉了 然后,钱也没多少了 那怎么样,那我们就自己图一下吧 然后有这个盒给图的 这个是现代版的 客舟囚见还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 黄人摸像 每个典故比较合适的朋友们 这个是现代版的 眼耳道零 你打钱给哪个给选对的 这个是现代版的 这个是现代版的 银耳道零 十句连圈博 哦,剥合的剥也行错了 哦,剥合的剥也行错了 不用找年纪了,我现在那个就是 别人知道 欢迎着 哦,检台上还能说名字 还是不是可能就是我自己写的了 应该没了 然后这个是西南路 然后这个公众号 大家应该都关注过了 这个没什么 然后这个字呢 是 与什么渊人呢 应该有朋友知道 如果大家看过去年的那个 对 去年是580的版本 其实宋登公司是一样的 去年是在十周年 是580一张票 然后今年就降级 消费降级 这里家居没办法围带我 你问一下这个票价有没有涨 没有涨 反而憋了很厉害 这个字是这样 每张卡片的字都不一样 朋友们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平凡出现 你的字是什么 就 我写的是 我这个是 谁拿我的字 就写了一张 这不对劲 不对劲 你的是什么 哦 就被它磨掉了 这不能怪我 什么妈 你这个 有些没磨掉 我可能 OK 反正就这个意思 照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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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是这样 这个意思是这样 这个卡片 如果大家是一样没看过 再解释一下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 一共200 大概250张 250张卡片 对不对 然后我一个卡片 可能写个 四到五个字 三个字 有可能就写了一千个字 但是一千个字呢 其实是可以连起来的 大家懂了 其实是可以连起来的 就是其实是我 讲的一些 有可能是讲的一些 很阴暗 我平时不敢讲的 我就是很邪恶 或者很骚 或者什么 什么话 但是我又怕大家连起来之后 发现了 我写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把这一切 这有点像大分级 就把一千个 把一千个字给分散 给250人 打乱顺序 所以说有时候会造成困扰的 就叫他造码 我也不知道我造码是在哪里 我写到哪个字 我突然变成台湾人 你造码 那个许冯帽的哥哥说好好笑 又急车 我也不知道 但是大家如果有谁 想把其他220个人的 那个重金都收下来 你看 我就11块钱 有办法拿回来 然后就卖给谁 想把这个卡给收了 然后再卖给他 然后让他来拼图 220个人 到底写了什么话 对不对 反正好 这是第一个解释 小朋友们 然后今天呢 这个演出 刚刚说了很多 反正我呢 我就想 也想找 大家都是我 很好的朋友 大家要看过朋友 对不对 然后演出 然后也演了很多年了 所以今天呢 本来其实是每周年 可以整个大剧场演出啊 卖些钱 但 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模式 我觉得大家一起玩些 有好玩的东西 才是更加重要 对不对 你们给你找什么人去 哈哈哈哈 你们不知道 没有 你们不知道 你们没有 所以呢 就是自己也想玩一些不一样的和大家一起 是这样 今天这个十一周年啊 我整个一个特别 从来没有玩过了在我台上 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演练过 也不可能演练 我让我们的同事 写了这个 十一个关键字 十一个关键字就是有可能是关于我的 有可能是关于我这个戏剧的 有可能是关于这个戏剧大环境市场 但不会特别偏 不会问到你怎么看普京和我 你怎么看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啊 这个不会 这个差不多 然后十一个关键字呢 正好十一周年 对不对 每一个随即随即抽 抽了就打开给大家看 然后我立即根据这个关键字来讲一下我的感受 大家有记住 如果专场不讲段子的最多只能收十一块钱 不要给其他不讲段子的专场付钱 十一块钱 而且还有三个电场的人了 许佳哥还是讲段子很精彩的 对不对 大家都看过 但这个是因为 也不是其实钱 就是想要玩个东西 但怕你真的如果 咱们真的如果收钱了 就没错 这种是不是以前智灵大厨吗 越做越开心了 谢谢十一个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解答完之后 还有跟大家一种互动的 就是我讲完 可能讲两分钟三分钟 可能几个字 对不对 我讲完之后呢 再给大家 十一个就抽象 大家如果想拘手也可以 然后就十一个人 对不对 关于这件事 比如说 比如说这件事 我比如说这件事叫做 男人 然后就可以问我一个关于男人 你想到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再来回答 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演练过的 对不对 然后 还会比较特别是这样 先把这个纸放在这里 还会比较特别是 这个 大家问我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也想拍影 就不懂 大家拿着我的手机 好吗 你拿着我的手机 不是让你看我笑 可以看到Storm和周树仪的视频吧 微信 苹果有个很牛逼的功能 不是说华为不好 不他回答 他就帮着录我 然后他先问我问题 然后我就对着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新颖的一个模式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结合看看 能不能拍出来 反正就是给他整点 以前没整过的好玩的东西 好吗 先开始了 好吗 现在开始了 朋友们 好 可以开始吗 可以 帅哥可以开始吗 帅哥 可以开始 好 好 那个我先抽了 我先抽第一个 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好 那我先抽第一个 我先抽第一个 他写的是什么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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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想一下 为什么同事 写英语 这个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看过这个 我其实很早 最早2012年开始讲的时候 讲的是英语 对不对 然后11年一直讲到现在 然后之前其实英语上 也取得一些非常小的一个成就 嗯 哈哈哈哈 就非常小 什么去什么 Compity Central 这些东西都不值一提 然后 非常不值一提 但为什么 好像我的同事应该是问我 为什么这几年不讲英语了 是不是这样理解差不多 我这几年其实是真的 三年多了没讲 基本上没怎么讲过英语 Compity 我首先一是本来啊 我跟大家吐露心声 我本来觉得 2020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就与世隔绝了 我本来是想 我本来觉得这个门会关最起码 70年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谁有谈你了 有馈 那 但 情况好转了对不对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一直没 一直没讲 然后 我今年 本来想 想讲啊 然后今年 就去了几个 不同的城市 还是地方 过过三月份的时候 去完那个 香spl bunun 我来过生日 后三月份 我特地到香港 我想上台 恢復一下三年多没讲过的这个英语 然后我上海 我到上海 其实香港的一个地方城市 真的是没就一家俱乐部 然后我周二去了 我问他 我说老板什么时候开门 他说我在温哥华 然后就没机会 但是呢 9月1号到9月14号 我分别去了纽约 还有墨西哥城 我去两个城市 一个呢是去考察 我想去 不是说偷脸 我想去看一下 国外能玩出什么新的花样子 这么多年 感觉和世界disconnected 你知道吗 就和世界脱轨 来看一下 然后我去纽约 其实没啥新花样 我给他讲一个 大家有时候我自己觉得 这个文化自信 尤其在那个脱口学方面 还是应该有建立 不是给大家讲 这冠冕难忘的东西 就是不是国外 国外大家看到了 比如说网飞啊 那些很优秀的人 陈伯东啊 Denis Ross那些很优秀的人 都精挑戏选了 好多主力演员 我八年前去纽约的时候 那个人在讲那个段子 八年后 他还在讲 一模一样的段子 真的我这次去纽约 刚才最夸张 一个演员还在台下 有个墨西哥人 他说 We're France 他说Mexico 他说墨西哥 我们要建墙了 2012年 怎么又开始建墙了 外国人也不错 他们水平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 我去了之后 这三年里的联系 就发现其实 不能说比他们高 但其实还是很激烈的 一向中国如果三年 你讲还是讲八年前的段子 对不对 类似那个谁 那个谁 那个谁 就完蛋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然后纽约我不敢上台 是因为纽约上台 是要给钱的 纽约这个城市 很不一样 它是很现实的资本主义 就是你想上台 你上台上得到锻炼 对不对 就要给钱 就给个五美金 或者你买个饮料 或者你让老板摸下屁股 反正 各种要行货的老板 然后就没上台 然后我俩朋友 想让我上台 那我说算了 而且呢 他们告诉我说 哎你这个英语 可以讲点不一样的东西 他说 他怂恿我 他说讲点 他不就是怂恿我犯错吗 想听到我讲什么不一样 你们告诉我 我说他说不行 有小红书的地方就是中国领域 我想 想不了去讲的 这是纽约 然后我后面又去墨西哥 我本来去墨西哥想去玩的 然后我本人这两年一直在学西班牙语 但我学西班牙语学的程度 我现在终于领悟就是你完全 我本来以为墨西哥 墨西哥其实就在美国下面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离美国很近 就是我西班牙语不好 我夹夹点英语也可以 就像那位老外到中国来 哎哎哎 我啊妈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差不多这个感觉 我那边完全不说英语啊 我感觉说英语的人 都翻过那个墙 逃到那边 所有不会说英语的 西班牙语就留在那个墨西班牙语 没有一个人说的 我在看 真的就跟傻子一样 就跟老婆 就在那边 就不是要想就问好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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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 哎 我说阿拉阿 Gwendo 然后就开始查 哈哈哈哈 75分美 有75分 怎么说是完全不知道 然后呢 他们也想 他们也有英语 墨西哥城 也有英语的这个 呃 StandCon OpenMind 这些东西开放Mind 然后第一天去了 是参加一个西班牙语的开放Mind 我完全不 我就是在边上听 他我感觉啊 我感觉他们 因为我纯长 就我不会说是买压力的 他们笑得很开心 我就觉得有点问题 他们所有段子都可能出在我身上 哈哈哈哈 就我听不懂 哈哈哈哈 我就一个人在那里点了两个鸡翅在吃 那我听到他们就 他说 哎呀 你跟大力讲 光走开的 我还要谢谢大家 光走开的 这就是可能我那个关于英语方面的问题 我其实将来如果合适的机会还是想继续说的 但是可能也是选题 一方面二是其实你要看场合合不合适 好吧 这是第一个 而这游戏还是今天挺顺利的 挺不快的 好 我们现在找个观众 有这方面问题的想要问吗 朋友们来 我们前面感觉我失败啊 精挑戏选了220个人 好 可以 我们让诺科堂来问 好 斯文老师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讲英文脱口秀和中文脱口秀 有什么样的区别 还有就是感觉雷哥更加舒服一点 雷哥是谁 哪个是不是不舒服我不知道 我刚问嗓子 我哪一个我知道 我觉得区别其实是有的 就是广义上我觉得是没有区别的 单狗喜剧都是这样 就是发现生活当中的荒谬 不管是用英语 西班牙语 芬兰语 中文都是一样发现生活 但狭义上有 因为可能中国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环境 体制或者是什么生活节奏 美国人生活在另外一个什么 他们中间的荒谬点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在中国在上海 荒谬的点就是 什么一到春节的时候 上海人就说 哎呦他们都走掉了 我开车 对不对 这就是可能 在北京也是 哎呀他妈都走了 这话肯定不能在美国说 对不对 但美国如果要同等的段子 他是怎么样做呢 他就说 Oh all the Mexicans left I'm so sad 啊哈 就差不多就这样 他们舒服也蛮有 现在哭一下 然后再上 在这里讲这个 咱们就不行 因为不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对不对 差不多就这样 我觉得广义上是一样的 肖意上可能是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磊哥什么 哈哈哈哈 咱就更舒服一点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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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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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是有个变化 我以前最先的是觉得英语舒服一些 然后因为我从小到大看的东西 更多的是英语的 所以可能虽然不是自己的母语 但接受了那个表达 然后渐渐的渐渐的 我差不多从2017年开始 就是讲了那个牵手失败之后 我发现原来中文这个表达 能够说到更多我内心深层次的一个东西 我可能英语 一是没有这个能力驾驭 二是可能通过那个思维下 我就发现如果一个亚洲人 不仅是中国人 一个亚洲人 说英语头 我就只能讲那几个话题 大家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就能讲 I'm Asian So我是亚洲人 So my penis is 或者你可以说 Oh go We need an Asian president Fuck you Trump 差不多就是这些 但是能理解 亚洲人逃不过 这不仅是亚洲人 黑人也逃不过那几天 所以我不想把自己 局限定义在一个Asian comedian 一个亚洲 comedian 可能就想做我自己做我 就是徐梦报的 或者是夜会的怎么样 所以可能中文现在来看更加 让那个舒服 谢谢 谢谢 好 开第二个忙 我们这个要开到时间中了 我本来想二十六就结束了 没什么 应该就讲这么长时间 我感觉 你给他看几点钟 你看呀 已经不难烦了是吧 已经八点四十了 这么不难烦了 感觉又有自个人不香啊 到现在了 精神无价 时间有价 第二个 看第二个 不关键 上海 第二个上海 第二个上海 诶 写这个让我想想为什么写这个 呃 就可能是这个一是身份嘛 二是我如果要和喜剧联系是这样 我给大家讲实话 我是尽量这几年 可能是在20 在那个 嗯 一场不一场游戏那个专场 一场不一场游戏是2020年 2020年那个专场之后 呃 我想尽量把自己也不要定义成一个上海 也不是一个中国也不是A什么 就是大家看到我 我不希望把我的任何的什么地律放在最前面 或者把我的什么长相谁放在最前面 这些都会让我其他方面做的努力看似无用功 因为这些真的是太 对大家来说这个冲击力实在太强 你只要 我今天真的只要 就像昨天 我许夏冬 我觉得自己表演的很好 然后各方面都很好 但最后 一些观众记住的话 只有说哎呦 你取笑那个深圳人 说来了都是深圳人 你说上海的口号就是来了都是乡下人 哈哈哈 你懂啊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容易 让大家把你其他 你所有的努力都摒弃掉了 我知道 可能有些人的理解是 喜剧一定要找个身份 但我其实 不喜欢这种 呃 就是简单的 呃 让一个喜剧 让别人了解你 可能是 一是可能作吧 二是可能对自己要求高吧 所以我希望 大家在看到我之前忘记了一切 他是哪里人 他是有什么观点 他出行用什么交通工具 他怎么样 哈哈哈 所以我是刻意的 我不 那我生活当中肯定是上海人 对不对 这没办法否认的 但在十剧舞台上 我不刻意的要表示这点 所以 呃也可能说我这几年 呃 有些时候可能四五年前去什么西安啊 北京也不尝试过失败之后 我会发现 我如果想达成几个目标 在所有华人的地方 都讲我的内容的话 有些时候那些措辞 那些口音 还是要变换的 哎 我觉得上海人 如果你不变换 真的到北方去 会吃亏的 就是尤其是讲喜剧 首先他们听到你讲话 就说哎呦 我错了 你们到时候都讲 你这个两个 哈哈哈 这是没办法的 我不是说迎合他们 但我是很年轻 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 其次就是 有时候导谱 真的导不过来 这比如说在上海 我们说 比如说上海话怎么说的 但有一次在北方 好多年前啊 应该说一个人比较 傻 是说你是个傻逼 对吧 但是傻逼这个字不大雅 或者是个傻妖 但我一下子 以前没导过来的时候 我就说 嘿 他都说我是个港卵 哈哈哈 哈哈哈 人家完全听不懂 说什么 刚制的 哈哈 哈哈 刚制的卵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刚卵就跟雷哥是差不多 好 这个问题差不多是这样回答 我自己觉得这个身份 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虽然身份之上呢 在我看来 在大家有些人看来 是不是反而三 哎你310还不重要啊 哈哈 哈哈 我可能要奋斗一辈子买房子 可能在这 但这是我也不是 也不是我的决定 但我在喜剧这个舞台上 尽量掩盖这个事情 想让大家 认识是一个我讲的东西 而不是带着任何身份啊 或者是任何 好 有大家有关于这个 好 来 就上海话脱口秀里面 你觉得 你厉害还是瓜哥更厉害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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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话脱口秀 我这么和你说瓜哥更厉害 哈哈哈哈 呃 一是瓜哥钻研的时间比我长 我其实说实话 上海脱口秀的段子 我不再写什么上海脱口秀的段子了 因为我其实自己 不管是英语的 还是普通话的 还是上海话的 三个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如果听过就知道了 没有重复的段子 所以我如果要真的讲上海话脱口 我要重新去创作 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 呃 普通话的脱口秀段子 还有小部分放在什么骂咸鱼 哈哈哈哈 所以就上海话 是瓜哥花的时间很长 所以他比我厉害 而且我上海话脱口秀创作 基本上我的创作技巧就是 我回到家对不对 把我的衣服 什么房间 吃饭都弄得很乱 等我爸进来骂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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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不管骂什么内容 这就是我下一场上海话脱口秀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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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爸不管骂我什么 就是上海 所以说瓜哥 瓜哥被我厉害 而且他 事实证明他的上海话脱口秀 自己也很好 嗯 而且 对花了很多努力 好 谢谢大家 哈哈哈 又忙了 又开机了 快速看第三个 我现在熟化熟练了 哈哈哈 我觉得大家是什么不要 呃 哎 今年好像出了一个叫什么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有一个叫 默默 对不对 什么时候叫默默 打分 给别人专场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评价 我其实是后面很 很后面 有些人才告诉我的 说他会对单狗戏剧演员 这个 专场 进行打分 我其实觉得观众 如果大家真的花了钱了 呃 有很多权力 可以做很多事情 完全可以说你喜欢这个人 不喜欢这个人 然后 但我是觉得单狗专场 专场这个内容 大分 还是挺有可能 对 在我们来说也是个 较为专业的事情 因为专场真的可能体现了 这个人整样来的努力的结果 然后心血都在这上面 有些人真的是会对 看到五分钟开放卖要打分的 他说 今天做了三号线花了四块钱 来打分一下这个免费的开放卖 哎 竟然前排座椅没有沙发店 哈哈 不行 他的段子上秋听过了 这张开放卖做 所以说大家 我觉得大家这个 完全是大家的权利 如果上打分 那善用这个权利 就如果每个人都是烂打 大分 那这个大分完全也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那 那个人摸摸 我后面看了一下他 好 给好多人来打分 基本上我可以说他还算 懂这个东西了 应该是他参加过开放卖那些新人演员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的乱 他也没有完全是说 哎我喜欢那种很偏的 他还是喜欢那种 我们所认为的 就是general 就是主流啊 那种喜剧形式 就是看里面是否销点充足 利益比较完善 而且他还给我打了五星 所以我给他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有一个是这样 我觉得演员不应该活在 为某个打分的 那打分的人是 在英语里 中文没有这个说法 其实在英语里有说法叫Critix Critix就批评一下 其实有些人都通 大家有看过一个电影吗 他是讲在伦敦一家 呃 主厨大师饭店 然后有两个人专门进来打分 然后这个女生 这个女的 在西方那些写那个 这个电影我忘了 我在飞机上看了 就是专门打分 打低分 这其实他们的工作 他们想显得自己很懂 对不对 但我觉得 不管是作为一个主厨 作为一个作家 音乐人 还是喜剧人 最重要的是 要扪心自问 有没有欺骗自己 有没有欺骗你这个 单独喜剧的行业 我是不是努力 我是不是没有总结进来 我是不是每时每刻 都在保持高度的专注 对得起观众的负重 这真的就够了 别人打分 你真的控制不住 今天看到这个人 五星你很开心 明天这个人给你个一星 你就很焦虑 就为了这个心而活着 真的是 不是特别健康的一个方式 你看好多人 在好多其他平台 好评真的 对我们来说 看看是很感谢大家这些 但 如果不行的话 您不要太伤心 你看 大众美朋友好多 兔球剧动 我就不说了哪一家 好多全国剧动 都刷了好几万条了 有好几万条 真的 他们妈 刷好几万条老天 那也没有人去看 说明这个东西 观众 每个观众也是理智的 我最近得出了一个责任 观众 任何一分 就像我如果做观众的时候 我花了任何一分钱 我都会理智 我觉得大家现在看这个 脱口社单狗喜剧 分几个阶层嘛 就是思维的阶层 不是你经济能力 就两百块钱以上的演出 我是要特别喜欢这个人 然后 真的两百块钱以上 我是特别喜欢这个人 然后我是要他播客的 经常听他的播客 然后我还占顾他的什么 白嫖的便宜 我变成有愧 我变成有愧 花两百以上 可以 然后 一百到两百 可能是我拼盘看过这个人 然后 他的评价在同行圈内还不错 默默还给了他一个五星 然后这周 我又带了一个漂亮的女生 或者帅气的男生 我那次又说 这个人是未来我看好 是下一个 逼逼不能说的名字 逼逼不能说的名字 这一百到两百 还是也是很谨慎的花 但是可能要什么 五十到一百呢 可能就是 被那些刷评价的网站骗到了 说 哎呦这不够好评啊 那应该不错吧 花多六十块钱去看一下 然后说 就这个啥别人 然后 然后五十以下 也有观众 只愿以花五十以下 来看 真的很正常 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五十之下 然后你不说 这个东西 五十块钱刚刚好呢 我都比他搞笑 我啊 把五十过来 拜把自己的兄弟啊 下车 那就是我 这可能就是大家 对于这个品牌 所以我会觉得 重要也不重要 你可能需要知道 观众喜欢什么 但 呃不用完全为了 这个而行创作 我主要的还是 自己心里有一个 不欺骗自己的一个尺 呃 有没有 朋友来 好 这样我们 我们 我为了那个视觉好看 让第三派的人 哈哈哈 那你们就毁我说不下吧 你知道吗 哈哈哈 是不是我刚才第三派的人 嗯 嗯 你现在也是这个 喜剧联合国的老板 你对 你老板这个身份的评价是什么 哈哈哈 哎呃 我对老板这个身份 是什么评价吗 我对我 对啊 你就自己感觉吧 你对你现在这个喜剧联合国的定位 哦 我对老板的身份评价是 呃 该睡的睡 不该睡的别睡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合法 合法 那就是我对老板的 哈哈哈 哈哈哈 配合国家的每一项工作 哈哈哈 哈哈哈 为社会增加责任感 就是我对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我其实个人如果你问我这个 你我其实不是特别享受 老板这个身份 说实话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做过那个 什么十六五行人格测试 但我感觉我的 人格的可能是 我可能是 我可能是 人格是 我还是喜欢在台上的 这个感觉 老板要考虑太多 你看一做老板就不这样 我要坚持EFA 我要有社会责任 我要带领我们全上海 把文娱事业推向下一个高峰 所以说我有时候会 我现在尤其今年吧 学会了放手很多东西 就你看这个卡都做成这样了 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要给他们加工资 这是半个月 你回去吧以后不要聊 下午多久 下午啊 每一个都好 刺刀见虎啊 同事是要搞死我们下午 大公司 大公司 来先把每个人手机都收掉 我们有个什么信号干扰器 他公司啊 我觉得腾讯啊 确实是 中国互联网期间的炉头 对大家不想听腾讯是吧 我经验其实是觉得是 我在那个之前就说 没有他们那些节目 这个行业很难持续下去 因为我们不仅是和自己在竞争 我们是和很多的文娱产品 在竞争 你在和电影竞争 你在和那个音乐剧竞争 你在和网游竞争 你在和跳舞的女主播竞争 那么社会的风光 所以我们的行业 一定要有个穷出去的 我们大公司做的东西 确实每一件事情 都有利有弊 它肯定有你看不爽的地方 但我今年一早就说 我想说 和几个朋友私底下说 哎呀没有路程 我还要去管他 不然别人会说 死的我改变嘛 哈哈 就是不够在豆瓣骂我了 哈哈 但 你们都在等是吧 然后出了这个事以后 出了这个事以后 我更觉得不能落井下石 说别人的你不要笑 我认真的可是 哈哈 哈哈 落井下石是我很鄙视的一个品质 哈哈 更不能落井下石 所以现在就闭口不打 哈哈 哈哈 就当做这十一年里面 没有他们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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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从2014年时 卖25张掉 到现在能够全部卖 好几轮好几千多两 因为我的能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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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有点小 那个节目的 我说实话 哈哈 哈哈 但如果我说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 我可以和前面一个话题接起来说 大家也不用说我逃避 就在每个国家混 都用每个国家混的生存法 我必须这样说 就你如果在美国做节目 你肯定不会因为这句话 这样同等的话 而产生问题 在美国 但你肯定会用其他一句话 而产生问题 有可能会很严重 有可能会不严重 但 没有一个 我也去 我不是去过特别多人 我在我听说 或者看的一个结果 就在我们喜剧圈内 我看到的事情是 好多人不听说我们中国 在加拿大有个演员 他说了两个 应该是说了两个LGBT的事情 然后 他们没有 就他们 他们没有什么公司消失 他这个人消失 在网上查都查不到 变成404 没有 但他赔了最后被赔了 35万 美元 赔张别人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会成就代表 然后 在那个 印度 有个叫Verdas 你知道吗 Verdas很有名 很有名 印度David Chappelle 是德里斯东区 他就是他 他真的很厉害 他是 能够上那种 总统山 或者是在我们中国山 就成为五岳之尊的那种 上庙堂的那种 然后他也说了两个 关于印度的事情 他是印度人 他现在在美国发展 很精美 然后 然后 然后他就被印度好多告他 什么对他进行死亡威胁 什么 所以我看到 我想说的是 这些人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任何国家 或者是任何的形态下 都遭受着挑战 这几个字 没有一个前后兵 没有一个 我想没有一个什么 这是前后兵什么 没有一个遭受着挑战 遭受着挑战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 一是要坚持自己 就是还是不能违背 这个行业的初心 二是 有时候如果要避开风险的话 就是不要乘一时的支款 我是这样去说的 就是你只有 把自己保护了更好 所以你想说的那些 你自己觉得正确的那些东西 你才能继续被别人听到 我觉得要聪明的在这个行业 继续生存下去 要和大家一样 把这个东西给保护好 把这个行业 谢谢大家 对 对 其实我刚刚本来想问那个问题 没有想起来 我下一个就是大公司 然后 然后 所以我其实想给你一个 然后 所以我其实想给你一个 宣传一下你们公司的机会 就是你一直都在评价别人 但我很想听听看 你想把喜剧店和国做成什么样的俱乐部 因为全国 甚至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俱乐部 嗯 我其实觉得做公司 我自己还有一个心得 可能更加不险山不漏水 会比较好一点现在 我觉得 这就把十四年龙打造成一个 名不见经传 年年亏损 和安时交税的一个 好 谢谢 太敷衍了 你在下面想了好久怎么弄我 我是突然想到了 你想我怎么说 我打造成一个能够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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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你会不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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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衝動 衝動 這個可惡毫無觀念的詞 衝動讓我想一下他們想問什麼 衝動 哦對我想起來 同事前兩天我說那個罵觀眾 我講一下這個罵觀眾 首先我覺得有些時候 我一方面覺得對我不公平 一方面覺得可能是 人的印象一流下 就很難挽回了 我這幾年在極力挽回的印象 但大家對於八卦 或者那種都市傳說 City Legend的喜好程度 超過了本人的努力 現在傳了罵觀眾已經不盡致 傳了就 我本來為大家解釋 有一件事情是真的發生 就是有一個觀眾 然後在下方他在第一排一起玩手機 然後那是一個完全沒有人的一個開放脈 然後呢每個人都很冷 然後上去適度把場子救回來不行 他一直在玩手機那我就跟他說了 你玩手機別看 然後他說呢 他說你幹嘛自己不好好講 你再一直在玩手機 他說你別對我說 你有本事去五十塊錢的場子 對 2010年的時候五十塊錢的場子就是天文家 你知道嗎 OK然後我就說那你別看了 然後他說你什麼時候要我跟他站起來 把麥克風甩我臉上 對然後我就走了 好這是一個完整發生版本 就是我在這個圈內所謂的 流傳最廣的一個 所以我說我打觀眾 打觀眾就算了 後面變成傳成什麼 就傳成說 Storm在專場上 四十五分鐘完全沒有人笑 然後他站起來對那種觀眾 你幹嘛不笑 然後那個觀眾說你有沒有好笑 然後他把麥克風丟在觀眾臉上 就傳成這個樣子 太瞎傳了 但我覺得是我仔細不好 就變成這個口型 傳成這樣 我覺得傳到最後就會說 Storm有一次給拜登講話 然後 拜登說他不買華為手機 Storm兩個耳朵摔上去 華為就是中華的貨 這條消息發給十一個 KG的交換 我是覺得自己 我還有一點 我是 我在上次也講 我沒事 就是我在22年 發生很多事情以後 就覺得我自己對觀眾可能太殘忍了 我以前覺得我們都是平等的 平等的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吐槽你 你也可以吐槽我 我以前覺得平等 但我覺得發生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覺得我們太弱小了 我可能 說你兩句 你的那個心就碎了 你就會想 啊 啊 啊 我被關到五十幾天了 啊 我被關到五十幾天 天天到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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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想 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不應該 而且大家 我從來不用一世父母這個詞 只要那麼能理解到大家 在這樣一個 時刻還能來支持喜劇是不容易的 所以不想給大家造成 不好的這個 英雄 我覺得應該從我做 而且我覺得我們公司 如果我不這樣做 已經有一種抬頭的趨勢了 啊 啊 一看前面就是 哎 慢慢慢慢慢慢 所以我說我應該抬頭 看 帶頭做好 和觀眾合理的相處 就 現在 任何人玩手機 前排 要離開 我就會 觀眾是不會變的 我也學不著 我也看不開了 我以為通過我一個人的微博努力 比如說我連續在一千個場合 罵一千個觀眾 所有喜劇官都會傳一出來說 你們可以千萬不要在時鐘 不然他會猛大 不會了 你看 他看過我好多次了 還是想走就走 所以大家不會了 大家只會故意 只會能理解大家 大家想做了那就做 我不要被影響到就可以了 而且我覺得我 如果被一個人影響到 對其他的人 是不公平的 所以可能這就是先為想法 大家隨便怎麼樣 但也不要太過分 希望兩百多人一起玩 對 其他的我是能接受的 沒那麼衝動的 就這個問題 有沒有現場 以前給我罵過的朋友 你給我罵過嗎 以前 沒有 沒有 要不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被我罵過的朋友 一來說一下 沒有 我也看也沒罵那麼 我被我罵過的人 也不會填這個表 你剛才填也選不上 你對我印象是 媽媽你啥 搞了天天罵了 他把他罵給我丟我臉 這種人我們工作人員 我們工作人員沒有傻到 這種人 洗卷盒子的盒會寫不得 來您來 您來 那個Storm想問你 您 你認為 停播西潭路是一種衝動嗎 我這麼說 西潭路 就是這個形式停播了 但應該會後面另外一個新的形式 我覺得我想停播的是那種 我覺得我們西潭路或者是好多喜劇播客 陷入了一個走捷徑的狀態 就是每次都想 今天我們想一個主題 讓觀眾來說一下有趣的事 然後我們罵一下今天這個觀眾 然後大家一起笑笑 我覺得這算走捷徑 而且 好多播客 我們是20年做的 但做了最成功的還是協聊 就類似的對不對 現在好多人 我們自己開始說學協聊 然後現在好多都在學這個形式 我會覺得大家如果都在做的話 我們在做這個就確實沒什麼意思 我是一個人 希望能夠不斷推成初心 或者是不願意走捷徑 不斷想對自己有些挑戰的 一個戲劇公司吧 所以 也不是一個衝動 而是長久以來的一個計劃 長久以來我就在盤算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 不要每天都在錄這個節目 實在 我每次錄的時候都在想 這個觀眾怎麼還不搞笑 還沒輪到我媽媽 我不是說不公平 就是把指望都輪在觀眾身上 你來插話 我覺得不太公平 而且呢 一是不太公平 就是你把一個節目的希望 在觀眾身上 然後主播來插話 就顯示不太公平 其次呢 而且我覺得上海 不是一個特別好的地方 做這件事情 就是不是說上海人 而是在上海的人 都不是特別敢於在公開場合 善言辭的人 我們都是背後 找別人舌頭的人 絕對 甚至我對這個城市 生活了36年 非常了解這個城市的性感 這個城市就是 你讓她當面說 你說一件關於旅遊有趣的事 我知道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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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了地鐵上 這麼安排誰也不知道 啊 講了一件都沒意思 這個 還不如我上台城啊 那北方北京就是 誒我來分享一下 我雖然最近坐牢25年 哈哈哈哈 我在這個提蘭橋監獄 寢城監獄 前身行 所以這個城市做這個 不是特別適合 不是說好壞啊 但確實不是特別適合 嗯 對 所以西大陸 也不會沒 但會以一個新的形式 希望能夠出現 嗯 好的 好的 謝謝你的回答 好 投下一個啊 好 還有三個了朋友們 忍一忍 忍一忍 還有四個 忍一忍 下一個是 西大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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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公共過我們 請教我們這是 好 好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剛不回答了 回答過來了 西大陸 西大陸沒什麼好講的 西大陸 西大陸就一直虧錢啊 哈哈哈哈 可能對西大陸這個 但你說 音頻節目吧 最終是不是賺錢呢 我還在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會覺得 如果 真的賺錢 在我心裡 大家可能沒這個感覺 但在我心裡 可能覺得是對這個 音頻節目的一種背叛 可能大家沒這個感覺 就像我為什麼 自己那些專長 就那個 不管是大家看到 山上啊 千種失敗啊 然後 也都沒收費 因為我覺得收費了 可能是我對單科喜劇的 那種費法 因為 我一直在還債 我覺得我從小到大 影響的那些人 包括George Colley 所以 他們也沒有問我收一分錢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小朋友從來沒有走過 我再那個給你一 dollar 哈哈哈哈 你們這樣把他們看到無幾 哈哈 反正叫什麼 順其自然 哦 順其自然 哈哈哈哈 順其自然是什麼意思啊 順其自然 哦 順其自然 我如果要 聯繫一下這個順其自然 就是 嗯 這可能是我 今年 今年 經營咱們公司一個策略吧 這是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北方不是都這樣說嗎 哈哈 所以說 山海關以外不能做生意 那都是咱們的 哈哈哈哈 不是你呢 是咱們的 哈哈哈哈 啊 對於今天 我的 這個公司 策略就是順其 因為好多事情啊 我就像我剛剛說了 對於觀眾啊 我以前很 幼稚或者很衝動 想改變 我說一個觀眾 你一個觀眾 你知道呢 前排不能跟著幾套 肯定會合 十個人 那沒有 這個 比例就是這樣 逃不掉的永遠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覺得 那就這樣發生吧 我來改變自己 所以實際上也是這樣 就是這樣公司 如果一場演出 以前會很著急 一場演出 如果票房不好 我想 那十張女孩 那我現在這個 開特斯拉就開不到了 我就開啞提了 哎呦 哈哈哈哈 但現在就是能接受了 那我們不著重 解決當下 我是現在每次要解決問題 是想它的因是什麼 而不是果是什麼 如果票房不好是果的話 我來解決果 是永遠解決不了的 對不對 所以要解決一個因 因是因為 你是大公司 不是 哈哈哈哈 美了 二是大家每個人的錢包 就做不了 哈哈哈哈 三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有一個 比較強勢的節目 所以我在源頭 前面兩個我都解決不了 哈哈哈哈 我不是公園裡面 春秋冰的老頭特殊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不認識能夠解決 全面兩個問題的人 我只能針對自己 找手 把節目做強 推出更加優秀的演員 比如說 哎比如說現在瓜哥很厲害 對不對 或者是我 大家會來看 羅毅的小劇 要不看 以後大家都想來看VC 大家都想來看鹹魚 想看李文 想看魚博艾納 可能就會好很多 就是我在順其自然的一個原因 其實 也不是順其自然 是在摸這個自然的脈絡 以前是想和自然 就對著幹 你越想讓我 飄黃下降 或者是越想讓我 這個行業不激 我要給你對著來 現在我在摸它脈絡 我摸到最後那個英式上 我想看看 我的英式力道 調整一下 好 有沒有這個順其自然 這個我知道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 有沒有沒有 好 這你也好 我想問一下 你改變你的這個心態之後 以後 還會有可能會推出專長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寫作創作嗎 創作寫作 就是寫段子 寫段子當然我一直在寫段子 對 這個是 這些事情都是因為我想更好的創作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那些 每天在思考公司的事情 就是這就是票房怎麼樣 比如說誰的競爭對手 推出一些新的活動 我們是不是要想這個 這個太干擾我 而且我在那方面也不是特別擅長 所以我對於票房的印象 就是我對於挽救票房的辦法 我也特別是 我也不是做這個 我也不是大賣網 貓眼網做了十幾年的人 我唯一的辦法 就是票房不好 你們都到街上去宣傳呀 就是 街上拉人你知道嗎 就是無限期限 你們吃飯的時候中午就拉他們來看呀 你會說 送你一個包來看一下 這個 我也沒什麼很好的辦法 但我覺得我自己呢 擅長的是什麼創作 或者是把這些 我現在可能製作一些視頻也有一些心得 把這些東西做到上面 然後每次都加一句 大家如果想來看現場的話 掃這個二位女 可能就是我對這個做的 比較大的一個貢獻 然後其他一些票房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 公司內部的一些管理事情 可能是交給更加擅長的人 或者更加願意做的人來做而已 對 就是我的一個想法 沒有 真的就成功了 廖教授 廖教授 真的就成功了 我會再變出來一個吧 下一個來 老闆 老闆身份 老闆 老闆身份 老闆身份 怎麼他們都不認識這個字 這麼就認開 是不是你寫了是不是 老闆身份 這好像剛剛也講過了 而且我 我 我 我再補充一劇班 我是 比較不行 首先不大喜歡做老闆 對不對 就是 兄弟們有這個機會 好幾張就這樣倒了 沒辦法 就我們 真的是要 遺老賣了 但其實不遺老賣了 就是那個時候 2016年17年 就做到瓶頸了 這戲劇 2012年開始做 做到1617年瓶頸了 就說你不創造一個劇論 就沒有機會上台了 那就自己搭一個劇論 我漸漸的就從草牌班子 等著現在 大家有些人跟著你幹 你要成為老闆 那 也會肯定考慮到別人的心情 如果我 雖然說我不喜歡這個身份 但我也不能撒手不幹 什麼 不幹了 明天到大理劇了 對不對 明天到什麼 什麼薩丁島 不要了 那也不行 大家真的 也不是說大家看我吃飯 但我覺得如果走了之後 大家的 那我這些煩惱 不是分散到其他人身上 其他人不是增加煩惱了嗎 我可能是覺得 基於現在的系統不變 不給人家增加煩惱 怎麼樣漸漸的把總共的煩惱量 給減少 其實宇宙就是宇宙煩惱 守恆定律 我們突然發現了一個馬克思偉國 就是你的煩惱 別告別人了 對 所以說老闆身份 對我的想法就是 交給了我成長 能在這些年做一些改變 其實也是更多的是 所謂的老闆身份 演員身份是幫助不了你成長的朋友 如果在台下有人想做演員的話 演員只會有 我覺得做演員很爽 但更多的增長的是自負的心情 在台上演員太容易自負了 你太知道 你只要炸了一場之後 什麼人的意見都沒有意見 只要一頭演得特別好 從此就是任何人和你說反對的意見 都覺得我蠻好的呀 我 很多人在笑我 覺得我長了一條無業組 沒有問題的 我這麼優秀 但只有做一個經營者 會讓你謙卑一些 因為你遇到很多的麻煩 都是不能解決的 所以你只能覺得 叔叔 這個能不能幫我通路一下 我可能在這個平衡 在我懷上可能是很自傲 在生活當中自卑一些 這樣才能控制住自己這個Ego 人的這個Ego真的很難 Ego 每個人不管做什麼行業 我覺得Ego自我控制不住 就很容易闖破 對吧 所以說Ego 我的CallEgo控制住 可能就感謝老闆這個生活 遇到很多 好 謝謝 哎 沒問題去啊 怎麼 手是在我手上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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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沒有什麼問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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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忙不暈了我 我說怎麼 有像這麼精采的話怎麼要 哈哈 哈哈 女孩沒有問題 這個問題不要問了 這個問題老闆說剛問我 還有兩個好吧 沒有問 下一條 下一條 看看還有什麼精采 怎麼裡面還有一個 怎麼裡面還有一個 哈哈 哈哈 誰找我啊 哈哈 哈哈 啊 你現在這個話是呀 哈哈 哈哈 余論 哦余論 哇 哈哈 現在會寫余論人也不多 哈哈 他寫對 應該寫對 應該寫對 對不對 對對對 對 這樣子 怎麼瑜解也對 西區連鋒話都在和子寫 哈哈哈 哈哈哈 Aggies 輿論啊 我覺得任何時候的輿論都是 挑卵翅子捏襟 哈哈 Sell GER 我一刻都有这个,也不是一直有,差不多18,19年之后,我看时刻有这个危机意识 我一直会觉得这个行业会不复存在 一直会觉得可能以后长不了,或者一直会觉得会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根弦一直蹬着 所以我不会怪别人有一些舆论啊,或者是对你们评价啊,怎么样 我都觉得很正常,就是生不骄傲拜不奶奶 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 雲淡风轻,闲看,行前,花开花落 下一句是什么 叫胜败常事,刘邦战胜无关于是 我直到前面那句,就是我觉得是 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也是顺其自然这个主题 就是不管是有什么方面的舆论 我也不知道这个写的舆论是什么意思啊 但我觉得如果你是想写的什么舆论 你怎么看到现在舆论对于脱骨肉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好多不满就是脱骨肉的一论早就有了 就是没有被放大建议 放大了,现在既然被关注到了又被放大了 那我觉得不必经养 如果早就做好这个准备的话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可以用,所以不行 所以,脱骨肉也能见 有吗? 好,让这个来 这个没有,我知道 你是那个,南昌来的,是不是? 这样,景格正 哎,怎样都想起来 你看我说了吧,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啊,你刚才说的感天重地了 没有人会笑的 我觉得舆论就是做好闲看,观点没有人 你看,这就想起来 永远 永远 哎,你好,思诺老师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认为讲脱口秀的人都是比较西化的人 因为你们有很多有流血背景或者怎样的 就我觉得这是一种疑问 我还以为西化是什么 西化就是西方化 我还以为西化是什么一种什么 化学院造型 是什么 是什么 猴斗西化山山病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他觉得你是比较西化的一些人 你有这么想吗 确实这个行业好多从业的人 我先不说西化这个词用了准不准确 但如果你是指这个行业好多从事的人的比例 留过学的还挺多的这个行业 但我首先不觉得就是西化 留学西化 但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这个本来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的什么西方文化下的一个产物 对不对 当然你可能留过学的人 接触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因为你懂得去翻墙 刘过学没其他本事的就懂得翻墙 懂得两个英文字母 然后在YouTube上搜一下 看到一些免费 就是我当年十几年前看到了 就是看些东西小朋友免费 所以接触的可能性就会变大 我们先不讲西不西化 所以接触的可能性会变大一些 所以就会成事的人 但你我们再回来说 你说这是不是西化呢 我不觉得这是西化 怎么中国人就没有接受幽默的权利了吗 大家说对不对 你们这个 这个有底气啊 中国人就不能搞笑吗 就不能喜剧吗 中国人就不能一个人站在台下下面观众听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事情 但可能我说实话 在景德镇人眼里 上海人做什么都是西化 你们穿蓝颜色衣服是西化是吧 这不是红颜色 我们中国就一定要红 但其实我觉得这和西化不西化没关系 这就是什么国家文化下 有什么样的一个喜剧色彩 是不是没关系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我真的只有两个 我真的只有两个 你真的好幸福啊 我上屁股了 你快要走 下一个是什么 你也爱 你也爱 我这不完全是要设计过的 他最后越来越精彩的画面 下个画面是不是性病 下一个画面 我突然变成恋爱了 我突然变成恋爱了 恋爱是想什么事 想问什么恋爱 我首先没有和女脱口秀演员谈过恋爱 从来想都没有想过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 比如说要开始发现关系 他说等一下 我看到你个屌很好笑 你这个包屁股去干什么 这奥运给我所有干什么都长得了 然后我好像也没有和观众谈恋爱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和观众谈恋爱 大家在一起了 你就会欣赏我一点 我也会欣赏他一点 大家互相 each others audience 我们会成为彼此的观众 所以说怎么说观众谈 然后最近几年恋爱 也非常不学 我真的很 有时候我会觉得 前两天我朋友说 我好像是自己觉得事业方面 比起来比起来更成功一些 对不对 怎么会 这个恋爱怎么越来越不胜 不是说女生喜欢 不是说男人事业心强一点 什么稳住怎么我 事业心越强怎么越 哎呀 所以你看就要去弄个眉毛啊 是不是自己脸上原因啊 挖两个字啊 那个字挖的啊 真的是啊 就本来啊 这是三个很小的字 让他挖了之后 留了三个更大的班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现在 而且我是觉得自己也脾气不烂 不是脾气不烂 就对于恋爱没什么耐心 就比如说我 嗯 生活当中我感觉我太畏所畏所 比如说 遇见很好看的女生 在路上 或者在哪儿 我说 我喜欢你 我只要听到这个 我再立刻接受的时候 什么都不能对他做 不然明天就上头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护上某男演员贤猪手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是这个 然后我在听得上 哈哈哈哈哈哈 听得或者探探上滑到人 那我胆子稍微大一点 因为 动不了手嘛 你知道吗 我有实际 然后我感觉我会稍微 Fler调起一个 那种讲点话 当我讲的话 都会让人家吓得多厉害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类似小黄兵 或者我前两天 我再给他赌一个 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划到了这个女生 你与2023年927号 Superlike了Vicky Vicky也like你了 那咱们先看一下Vicky啊 哈哈 给你们看看 透露人颜色 我和Vicky讲了一句话 他到现在还没回 927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和Vicky说 你的瞳孔很好看 哈哈哈哈哈哈 这还是不得到一句话吗 你的瞳孔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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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为什么不回呢 哈哈哈哈 我都想 绞尽脑子想啊 这句话 别人都不回我 你是怎么能有恋爱成功的可能性 哈哈哈哈 哦呦 这有一个 哦 这有一个 926号 哈哈哈 Superlike了Q Q 他叫Q 然后我故技重施 哈哈哈哈 他回我的 我说嗨 你好啊 好喜欢你的瞳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我已经前面我说了 但是表扬女生啊 不能直接表扬你好漂亮啊 你好性格啊 你好脑脑脑啊 这是应该太多了 对不对 你一定要就是别人完全不经意的那种 是不是 我差点就说你的眼睫毛的弯度 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眼睫毛弯度什么 你的第三颗牙齿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小牙弯的感觉 然后他说 他回我 他说啊 我是那种呸带了美头 哈哈哈哈哈哈 呸 呸是什么意思 他说是呸 说唱了吗 他说啊我是那种呸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很难成功过 有点难受 就是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 心理上又有问题 然后讲话也不是特别会讲 这个有没有朋友要问一下 这个好像好感兴奋 你男的就问什么 很女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就这个问题其实刚刚从那个顺其自然就想问 然后一直每个问题都想套 然后套到现在 就是呃 你不是装修了一下自己的脸吗 那有没有 装修了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我找了户上明居床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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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装修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就是装修是为了要谈恋爱吗 还是 就是那装修完之后 有没有对你的恋爱运 就是更加顺利 哈哈哈哈 哦 这问题我问了不错 装修 当然是想 想会好看一点 好看点的话各方面都会好一点 我说实话 这个话题我也可以引上很多 就是我觉得这个兔修修 尤其是被 有些被一些观众评价了之后 好多演员啊 我现在觉得他的评价之后 他最难过的不是在家说他 哈哈哈哈哈哈 不好笑 说他什么穿了不好 长了不好 都开始搞歪门邪道了 哈哈哈哈 好多人都开始搞穿着啊 我觉得这个是很次要的东西 对不对 但好多人 我说实话想不会影响 但我也间接被影响到了 我觉得 原来他们几个长得比我难看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个都搞到西装 什么烫个头 擦脸素颜霜 哈哈哈哈 哎 更搞这些东西 我也 我也想稍微搞一下 就不能总是落在最后吧 对不对 所以我就搞一下 然后哎 一个是是 还有一个是第二个问题 对你的恋爱就是有帮助吗 嗯 我当时都没恋爱啊 没帮过啊 哈哈哈 没帮过了一个多月了 哈哈哈 收到的都是观众上来拍照 说能过啦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想象的是我坐在那种 那种清酒 马丁尼酒吧 哈哈哈 在那里摇晃着我的红酒 哈哈哈 然后有一个窈窕 树女走过来说 哇帅哥 哈哈哈 那眉毛真的支持我很大的欲望 哈哈哈 来吧 我对着我的眉毛乱清 没有这件事情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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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就是看毛豆的专场 他也追不到了你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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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蛮好谢谢他 替我说是谢谢 哈哈哈 就路向谢谢毛豆 哈哈哈 像是他说好的坏的 我反正 哈哈哈 一般就互相损嘛 好朋友之前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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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牧老师你好 嗯 既然聊到恋爱的话题 那如果一个女孩有什么样的特质 会比较喜欢你 或者你所期待的那个 你最期待的恋爱关系 抛开所有的条件不谈 你最期待的恋爱关系是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神明王在 特货 哦 我真的觉得我两年前遇到个女生 我特别喜欢 哈哈哈 然后我在那个 七七 七七场大家看到吗 嗯 哦 有些人看七七场的 看 你都看了我讲了那个那个故事的是吧 嗯 那个女生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这不重复了 因为那个段子就是要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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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他们就花二百八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个段子很精彩 就是我遇到一个女生 然后是这两年 我也感觉我好像活了三十几年 终于找到我最喜欢那个 她也不是特别特别特别漂亮 但就是那种让我看了很心动那种 眼睛是细长型的 然后也是那种 她是一个南京人 所以她就讲话就是我很喜欢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她讲话就是你个小鬼子哦 我不要听你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啊 然后然后 反正各方面也都听了 她也请你读 后面了解她也不是读 反正就是 然后我就 这两年喜欢的女生 都是照她这个长上去的 反正就是 可能眼睛叫长条 长条一些的眼睛 然后人可能感觉消瘦一些的 然后 然后 就是 想离你的时候和你说很多话 哈哈哈 哈哈哈 不离你的时候 不说话 反正就是很难 我觉得每个人啊 都是爱情里别人的舔狗 哈哈哈 就是你 如果别人来舔你的话 你也是别人的舔狗 这个就是 舔狗 人体无功 你知道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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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狗人体无功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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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幽默是在到极点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幽默就去过一次墨西哥看那个 哈哈哈 你知道墨西哥有个驴什么那个 哈哈哈 你们看过那个handover吗 哈哈哈 你看过那个宿罪吗 宿罪里面不是有爬 他们墨西哥到帝王那去看那个驴 也没有人体无功填随 哈哈哈 哈哈哈 差不多 好 嗯 没了是吗 嗯 没了 好 好 哇 哇 你真的就是好长时间这个 哇 这个有的发了这个 哎 发在网上大家帮我转一下 你说你也在现场 哈哈哈 这个真的很新链 最后一个啊 拉斯文 开宝枪最后一个 是什么 徐霞克 哇 哇 这真是好印象啊 啊 因为 许霞克还要训练吧 所以还是要 哈哈哈 先评价一下自己的这个许霞 我觉得我 许霞克里面做的最大的一个突破是我 原来是在二零二二年开始创作了 那很多二零二二年的事情 到二零三年也可能不好用了 或者是要改一个方法来说了 或者怎样 所以大家有人 我不知道有人看过不同的两个版本吗 就是你有看过二零二年 我在那个圣诞节演过一次 北京也演过一次 北京圣诞节再加上情人节三个 都和现在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人看过两次不一样的版本吗 哦 还真的有啊 哇 你们两次不一样的版本都看过啊 对是发现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的 比较好的突破就是我感觉 原来 因为我原来已经演到 一是北京啊 这三次什么 在云峰1500 都演到很成功 但我意识到这个危机感 如果我再把这个 带到过年以后 五周五月份开始在举演呢 去演苏州 然后杭州 宁波这些 再带过去的话 就我预设了不行 所以我 请了我一个朋友 叫刘三变 然后我帮他 我让他说 你 我再开放来讲一下 然后你来 帮我提一些意见 他其实也没提到这些意见 他就骂了一回 他说你都这么多端子 还有我提意见 你帮我去哪个端子呢 然后我们俩当中 讨论都会爆发出火花 所以我就把这个整体的 完全的打乱以后 再加入很多新的 然后抽屁到一些很旧的 敢于舍弃 敢于舍弃 我觉得这是许夏 跟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自己的进步 然后还有个是我 其实是故意 大家如果都听过 就是故意 我以前好几个专场 都是完全按照时间线来的 对不对 一个是恋爱的 1987按照工作 还有什么上上 但我这一次就想不按照时间线 因为我觉得一是 做完全按照时间线 太诈青就熟了 可能就要做一些挑战 从不同的三个利益 如果大家听过就知道 不同的三个利益方面来结合 然后最后留一些 摆脱一些说照的元素 做一些给大家留白 让大家自己去考虑的地方 可能就是我们的许夏 那类的一个进步 如果说到许夏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个场子 一个是我们必须说 我自从这个口音改了之后 或者摆脱自己身后 我在北京就特别受欢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白京人就特别 我不知道我那位北京的观众 就特别热情对我 我以前记得我去那个千手失败演的时候 大家都 千手失败之前还演过一个17年 就是完全没人懂 不能改了一些措辞啊 或者也不是专门为他们改 但是改了措辞 或者自己成熟 就特别重要 所以北京每一次演 就体验就特别好 而且北京的观众 我必须说他有一批 是我觉得是单一人养起来的 他就有一批 可能有个五十到一百人 那一百人是什么 多不说多看 他那一百个人我见过 因为我的专长那些人也在 对不对 然后我看到小菊 咸鱼收家入到那边 就那一百人还在那里 他们就一群人 是什么演出都看 所以他们会欣赏比较优质的演出 看了一些不那么有 他们那一百人是什么 上海以前 上海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上海 上海可能音乐圈有一个这样的圈子 单口可能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单口有没有这样的圈子 上海也没有 上海也没事 可能不同的地方 龙化就不错 因为他们北京是那种匮乏 他们只能看来 他们都觉得我和毛东很帅 你觉得是不是很贵 他们只觉得毛东帅 没觉得我帅 上海小夫人这样说 他说这个音乐剧的人好帅 对啊 那人所有救客人 我们就长了 对 所以北京 北京让我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就是 必须找到 哈尔滨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般来说 咱们这种南方的可避 对不对 或者是 所有人都会说哈尔滨很难演 但我真的不相信哈尔滨很难演 所以去了让我感觉很开心 那观众 都是当地的哈尔滨观众 但似乎他们就认识我 你知道我的这些东西,所以就很近的感觉,哈尔滨,就是我一想,所有现在北方的那些很厉害的北方演员,他们都是,就是东北演员都和我说,哈尔滨,你东北在那一演吗,或者什么什么,所以我没有觉得,这是我让他觉得自己很开心的,就是我这次专场,不管在最北面,哈尔滨,到最南面,现在演到南宁,南宁已经很南面了,已经是国境了,然后最东面是在可能上海宁波,然后将来最西面可能会去到, 透露一下,可能会去到西啊,鲁鲁木齐啊,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我一个完成很大的一个反途,东西南北都走遍,而且没有遇到,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这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对这个徐山哥很大的一个突破,感谢大家花钱了,谢谢,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有吗,来, 还是莫河棠,是吧,好,换人好不好,莫河棠,可以,好,莫河棠还挺淡的,有没有其他朋友,好,借过人,来 你好,斯大姆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走过就是全国上下各个地方,然后不同地方的话,像就是我们那个单狗喜剧也不同流派,就您怎么看,比如北方流派和南方,比如你代表的这个,其实联合博流派,在内容和形式上一些差异,以及未来哪种会成为更主流的一种形式, 我其实觉得单狗喜剧没有南方北方流派,单狗喜剧就很简单,只有南方北方口音可能有,没有南方北方流派,没有人说,我今天给他讲一下秦林以南的段调,你们听不懂吗,这个是湿度到55%以上的人才能听懂的,这个是只有吃水到能够听懂的,吃小麦听不懂,没有这种形式,单狗喜剧不存在南方北方,因为我也,这个就和刚刚讲东西方式一样的, 他的宏观上是一样,都是发现生活当中的荒谬,加以进行佐证,加以进行吐槽,加以进行什么,采用一些手法,对不对,但南北方确实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我觉得生活习惯的事情,或者生活当中遭遇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哈尔滨,你就能讲一些什么,甜甘子,甜甜甘子,或者冬天发生,上海没有这个情况,不是因为上海人不懂,是因为上海没有这个,就像比如说上海,我们可以讲一个黄埔江的事情, 但是问到哈尔滨,不调整,说,哎,我昨天在黄埔江边走啊,他们就讲啥啊,小蜜毒是闪啥啊,你们懂了,这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这只是你要调整,就像我到南宁,他们讲话都是,哎呦,你好好笑哦,你要不要通我的电瓶窗啊,就没有宏观的区别,宏观都是一样的,都是发现生活当中的荒谬,可能口音不一样,如果谁告诉你,我是南派同学, 我是北派同学,他肯定就是以前讲上书。 不存在。 好的,谢谢。 谢谢你 好 朋友们我们顺利完成了这场 我完全是全剧要帅了 怎么可能效果这么好 好 as usual 赵常贵 我这三天唱歌唱了有点唱歌 以后这下一场后面真的不唱歌了 不然又学冰狗就又唱歌就唱歌 然后大家那唱歌来就不要往网上发了 我跟你们讲观众真的有时候我真的很败罢 就观众在台下说唱歌唱歌 然后发上去说你听听看唱的什么玩意儿 没必要这样弄网 我实际上给大家自家练娱乐的东西 没必要这样弄网 哇唱了我们也 让我喝口水吧大家也 很容易 揣的这个 就在路上听到一首歌 可能是老歌但大家都会唱的 叫做这个 那么很骄傲 好 對挺高但我唱男生的 我先看一下我最好不要記歌詞 所以我先看一下歌詞 先看一下歌詞 好 整晚风似乱想夜色正好 让我睡不着 为何你总是想要逃 我每次都很认真地对待大家 都是清唱 因为我觉得这才能传递声音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在伴奏的那些实在太敷衍了 你看那职业歌手都是半开脉 而我是全开脉 我虽然肯定没有他们唱得好 但我现在正常的心里 让我睡不着 为何你总是想要逃 相思认我好不了 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 你从没给过爱的讯号 糟糕 你牵得比你早 你爱得比我少 注定要手牵到 别那么骄傲 我虽然是可能走掉 你的手还没有牵到 也太长远光 一定会走掉 如何是好 你牵我一个拥抱 而我却在被你吹响 我却在被你吹响 而我却在被你吹响 怎么还没感觉我的好 你感到骄傲 我虽然肯定能走掉 我的手还没有牵到 别带着阳光 你一定会染掉 如何是好 你牵我一个拥抱 而我却在被你吹响 怎么还没感觉我的好 我却在被你吹响 生日子 我却在被你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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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